不,那不是警察,那是警察 那是警察 駕駛驚險逆向行駛 因為正常道路根本無法通行 原因就是這場沙塵暴 美國伊利諾州南部55號 週一瓜怪風掀起漫天塵土 導致行駛的小轎車和大卡車 一共80輛發生連環追撞 大小汽車疊在一起起火狂冒煙 罕見沙塵暴意外出了異常強風 剛好碰上農民翻土耕種 造成干裂沙塵狂飛 而維吉尼亞州也出現驚人場面 民眾嚇壞 因為巨大龍捲風就在眼前 當地進入緊急狀態 週一三所學校全面停課 壞天氣跟造成100棟建築被摧毀 CNN氣象專家表示 美國上週末遇上三個龍捲風 強風和冰雹肆虐 不過好消息是隨著風暴 北夷威脅暫時解除 TVBS新聞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